國內昨天是新增了五例本土個案 五十八例境外移入 而本土個案部分 臺北市新增了一例 而臺南有四例 都是跟醫院傳播鏈有關 指揮中心提醒 新增的五例都不是居家隔離期間 應轉陽 社區風險仍然存在 臺南女中在校門口張貼 今日校園消毒的告示 因為接獲通知有學生家長確診 十三號緊急封校大清消 有家長確診的班級 十四號停課一天才線上授課 十三號臺南一共新增四位本土個案 都喊醫院傳播鏈有關 二一三九二跟二一四二二 本身是夫妻 他們是鹽水傳播鏈 二一二九七傳這個 透過他先生傳給二一三九四 那另外二一三九三的部分 確診者在三號到十二號去過的火鍋店 美髮店藥局早餐店跟小攤商 全都清消 指揮中心表示 臺南這四位確診者都跟正在追蹤的遊覽車 旅行團跟藥室接觸相關 同一天臺北市新增一例本土病例 案二一三九五是雙北不明感染鏈的同住家人 妹妹十二號確診後 哥哥十三號染疫 八號到十一號曾經去過建築師事務所 便利商店 臺北市市政大樓跟郵局 也搭過臺北捷運 相關群聚已經累計五人染疫 已經匡列他相關的這個接觸者有八人居家隔離 擴大採檢十一人 目前都在檢驗當中 今天公布的本土的這個五案當中 都沒有這個居隔陰轉陽的個案 都是我們擴大匡列採檢出來的這個對象 那整體的這個社區的風險仍然存在 十三號除了新增五位本土個案 也有五十八位境外移入個案 警惠中心提醒整體社區風險仍然存在 南部群聚還需要繼續監測到三月二十八號 提醒民眾有足跡重疊 要提高警覺 記者林姓 陳信龍 文正恆 台北台南綜合報導